这样一个蓝色的条和这样一个粉色的条 边上略小一四分之一英寸缝缝 车起来再展开 它这种做法叫栅栏 它可以是两个条也可以是三个条 它可以有宽有窄 像这样就是三个条的 通常情况下它可以直接用 也可以切成你想要的长度 然后跟别的东西拼在一起 像是你可以一次性车很多呀 很长 然后给它把缝缝倒开 这个次我缝缝是给它导向两边的 我是需要裁缠2.75的 这样平平的放下去 上下还挺准的 说明我这件车的还行 这一对齐2.75 变成这样 像这两种块块 它其实都可以用长布条 比如说这样子很长的布条 它其实就三个布条车在一起的嘛 横缝倒一下 像这个就是两个布条车在一起 这是三个布条车在一起 然后你要多大切多大 可以弄个长布条来切 我这个是因为我刚好有 比它略大一点点的碎布头 我就给它这样中间车了一刀 到时候就给它放上去 对齐一下 然后也是把边上多余的切掉 然后就可以修到跟它一样大了嘛 把边上修掉 把边上修掉 它就和它一样大了嘛 这个也切一下 比如说需要3.5的 就这样摆上去切嘛 这里是需要1.5的一些块块 像这个块块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样三个条条车拼在一起的 变成了这个块块 比如说这个最后的净尺寸 它每一个小颗是1英寸 一整个是3.5 你看它中间这个就是1乘1 已经拼好的嘛 这边你现在这样子的状态 去量寒粉缝 这个是1乘1 1加0.25这么一个状态 这边是1加0.25 1加0.25这么一个状态 你裁出来这个小块块 它就是这个0.25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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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0.25 这样子的 这个高度是0.25加1加0.25 这样子的 你如果要这样拼的话 你这个缝缝 你看到不 它这边是这样子的 白粉白这一块 缝缝是导向粉色的 蓝白蓝这一块 缝缝是导向蓝色的 所以它就可以这样子 以这个尖角为例的话 这种尖角角的地方 很多人直接车 它会有错位 那假如说 你不想有错位 你可以 我们有一个走捷径的方案 就是 掏出我的白胶 白胶如果堵住了 拿针筒一下 如果你不希望错位 你可以在这个尖角的地方 拿白胶点一滴 只能用细的 细的 把在这个交界的地方点一底 能看到不 就这么一丢丢 然后这样粘一下 这个粘的其实不怎么老 它是替代那个珠针的作用 因为很多人会插珠针插一排过来 但是珠针插进去 那个布就会扭曲了 这样子布料比较不会扭曲 这样状态拿去车 它那个错位的概率就会低一些 也不会错的太厉害 一般情况下没什么事 除非 除非你开始这个布块 车的太糟糕了 那可能就 没要救了 那就建议你重新再车了 这个地方也粘一下 就是这样 只要一滴 一丢丢 粘住 当你想要倒开缝缝的时候 你不用管那个胶 你自然让它倒开 它自己就开了 它粘的一点都不牢固 这白胶因为是渴水洗的 一洗就没了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它会一直残留在你的作品上 硬烫一下让它干 像这边已经粘住了 这边也可以这样子 交接的地方 白胶 稍微点一滴 点一滴让它粘住 这边也点一滴 让它粘住 嗯 弄然是这么一个状态的 这边扯一条 这边也扯一条 这个倒缝缝这个事情 你可以这样做 就是做风车倒 也可以这样子 因为它自然而然的 你车完以后 就会有个这样的趋势 你要这样倒也可以 很多人这样做 它这样做的话 有个好处就是 外面这几个 假如缝缝导向一样的话 你就可以用同一个布条来拼接 这样子 就发现这缝缝导向就很好弄 如果风车倒的话 它这个跟这个缝缝导向其实相反的 你就需要用两种 那就等于它外面这个布条 虽然正面看是一样的 但背面看它实际上是相反的 缝缝导向 我就是不走寻常路啊 他们很多人是这样倒的 我就是要做风车倒 比较任性 但是他们的做法 虽然我不做 但是我也告诉你 我所看到的好处 你自己决定吧 要有哪种做法 都可以的 这是一个萝卜青菜的问题 来介绍风车倒 风车倒背面是这个样子 你一开始 你车完以后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画出来的这两个导向 它是前一轮弄完以后 它就有这样一个导向 假如风车倒的话 这两个导向 你这样弄 手这样一掰 它中间就开了 就会这样子 这个方向是你自己手一掰就开了 比如说这个脚 它就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这个脚的话 它就这边向左 这边向右 它一个逆时针的方向 你也是手一掰就开了 这边也是逆时针的 一掰就开了 这边是顺时针的 一掰就开了 并探完是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太大问题 就可以给它修了 还是这个 近尺寸三 导三点五的 放中间 然后把边上对于的修掉 虽然说像这样图形 它中间没有线可以对齐 但是你可以目测 目测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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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出来通常都只有一丝丝 但是每一步都修一下 后面误差就会小一点 像这个图和这个图 都可以看到有这种白粉白的块款 但它缝缝导向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需要随机应变的问题 比如说这里 它是导向蓝色的 所以这块是导向粉色的 它在拼在一起的时候 它才是这样子 它如果在这个情况 它如果这边也导向粉色 就会变成左边特别厚 这边空空的情况 你要让它平均的话 通常情况下就是 一边是倒左边一边倒右边 所以这个地方的白粉白 也是这样的缝缝导向 它做风车导的话 它这两边缝缝导向不一样 所以要跟它拼在一起的话 这个白粉白也是不一样的 这边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为了配合它 所以它的缝缝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面又有个这样的 这里是导向两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要跟它配合 这样子车起来 这样车起来 这样导过去 是要这样子平平的压过去的 所以这里缝红是导向两边的 而不是导向一边 这个是需要随机应变的 通常这些涂布就是 这里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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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这里车起来 再把这里车起来 再把这里车起来 它就会变成三条的状态 然后再横着车起来 两条 它就会合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缝缝导向 你是要去预判的 根据后面的 你要自己先脑骨一下 找一个合适的方案 然后去做 这个缝缝 我还是非常任性的 要做风车导 这两个地方已经掰好了 把它掰这个地方 这样子 然后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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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些风车 晕烫一下 因为半成品这样子的话 你车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乱嘛 然后它就会留下这个线 你下一步车完以后 这个地方 那个线就会变成这样的小圈圈 你如果这四个脚要做风车导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小圈圈剪掉 剪干净 不然的话 你是掰不开的 这样子给它剪掉 剪完以后就可以做风车导了 还是这样子 然后掰它 可以这样子掰开 这两个地方 它已经变成风车了 它是这样转了 这样一掰就开了 给它晕烫一下 像这样子 白色和黄色配色的栅栏 都是粉红导线两边的 就像这两个里面 用的栅栏是一样的 但是呢 像白粉白的话 刚刚有演示 它不同的情况 风轮导向是不一样的 你要注意随机一遍 但是其实也可以做 全程的风轮导向两边 这里青色白色搭配的栅栏 就是全程的风轮导向两边 应该说这两个图都是 然后粉色蓝色搭配的 刚刚演示的风轮导向两边的 像这几个都是 但是四色这里面 我会优先用色步头 车下会更方便一些 这两个四色的拼法 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派是一样的 那么有点 但是三个圈的 泪的